歡迎大家回到藥場經台的直播時間 先和大家介紹今天第一節的嘉賓 來自我們研究部的經理是靖耀輝先生Stanley Stanley早安 你好 Stanley先和你跟進一下歐美股市方面的情況 先看看上一家有的美股方面的情況 見到股市方面都不算有很大 杜瓊斯指數美股時倒轉頭要向下跌 未聯儲方面議息之後 聲明裏沒有暗示短期減少買債的規模 美股一度輕微擴大升幅 見到杜瓊斯指數最終收佈在15499點 跌了21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跌不夠1點 收佈在1685點 納石大客綜合指數升9點 收佈3626點 歐洲股市方面都是上升 見到倫敦富士一白指數升50點 收佈6621點 法蘭克福特斯指數升4點 收佈8275點 至於巴黎克指數升6點 收佈在3992點 看看商品價格方面的走勢 見到國際油價上升 美國第二季經濟增長1.76%好過市場預期 反映經濟復甦力度可能較如期為之強勁 油價觸發到技術買盤 帶動美股有個上升的砌頭 見到紐約旗油升了1.95美元 收佈每桶105.03美元 倫敦布蘭特旗油升了0.79美元 收佈每桶107.7美元 外圍金價方面偏遠 見到美國聯儲會議之後 未有向市場提供開始退市的時間表 見到紐約期間要跌11.6美元 收佈每盎司1,312.4美元 至於現貨金繼續在1,322美元左右徘徊 Stanley,跟你說一下 都是要說聯儲方面的情況 見到維持利率在0.0-0.25%左右的利率區間 而馬澤規模又沒有改變 對於市場來說 那個衝景之前都已經不大了 見到美國方面又不是很大的變化 其實怎麼看今次的意識會議結果 基本上如果以之前我對聯儲局的情況 因為我之前都說過 因為本身你可以說 之前說到退市這個因素 就是當年白蘭克出來說退市這個言論 某程度上就是因為他覺得聯儲局方面 覺得經濟的情況其實是開始有好轉 甚至乎我當時都說到 他們的看法很樂觀 因為他跟其他研究機構相比的話 當時聯儲局對於合格的增長情況 相對來說是看得比較進取一些 所以當時我都說過 其實聯儲局有機會在之後的時間 他會下調對前景的看法 事實上這次如果你看回他用那些字眼的話 的而且確跟之前比較 其實有些是不同了 特別是說 之前他都說到增長方面 以往來的比較上是樂觀一些 但這次反而你見到他的取態 其實比較上是審慎的 當然你見到那個經濟增長的情況 其實是OK的 但同一時間聯儲局也都說到明 一說到比較暗示 就是現在這一刻 看到利率的按揭息上升 其實他都是比較關注這個情況 因為如果你是假設按揭息上升的話 意味著對於當地的樓市復甦的勢頭 其實有機會遭到一個打擊 所以變相之下 你這次聯儲局 以一個比較上 就是叫中性一點的言論 雖然你可以說這次 就算你沒有太大方向了 就是見到他有沒有重新 或者有什麼時候有個退市的時間表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 你說如果以現時這個情況 特別是你見到 通脹和制度數據本身 都依然可以說和聯儲局的目標 做一段頗遠的距離 所以我自己都認為 你說聯儲局方面 似乎在短月內退市的機會 我覺得都不會給大家聽得那麼大 另外也有 就是你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方面顯示 見到市場都預期回 美國首次加息 會由明年12月推遲了 去到15年的1月 而加息的機會又57% 你又怎麼看什麼時候去到加息 我想你跟加息來說 基本上都是言之常早 好的 第一刻就是說 基本上你現在這一刻來說 基本上退市的機會 大家之前都可能預計 在9月份的時間 聯儲局方面可能開始會著涼 可能是 即開始會減少 現在這個叫做買債的規模 但是到加息這個時間 我覺得會真的 暫時這一刻來說 會比較上幾遙遙無期的 因為本身 即使你可以說 經濟可能在回家之後的時間 開始部署這個叫做退市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以聯儲局之前所說的定論 就是假設就業率是6.5% 而通常去到目標2.5% 它是先有機會 可能會加息 如果你看到現在的口問 基本上第一 你要到這些水平 基本上在短期內 我想一年左右的機會 都真的不大 當然大家也會關注的 都是明晚會公務的就業數據 因為這個都可以說是一個 比較上是重要的啟示 但是如果你看回昨天來說 其實除了公佈聯儲局意識之外 其實美國也公佈了 上一個 即是第二季度的時間 GDP的情況 當然第二季來說 其實是OK的 比預期中的0.9% 它出來的數是1.7% 比預期中的0.9%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同一時間 它都是修訂第一季度的GDP的情況 所以視乎 雖然這次公佈出來的 第二季度的比例是很好 真的不錯 但是大家似乎都是關注的 就是這些 那些上升的勢頭 是不是可以持續下去呢 這個是你一個疑問 所以我覺得 雖然現在這一刻 就著這個退市方面 那個成人表 這次沒有這樣出來的 但是 我覺得大家是有心理的準備 這件事是會順行的 但是你知會什麼時候 但是問題是 講到加息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 你說起未來一至兩年的時間 機會來說 就不算是太大 嗯 其實其實說到 未有 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去到減少買債的規模 還沒有一個時間表 對於美元來說 表現來說 都不是這麼大 沒有什麼幫助 我說的 美元來說 對於主要貨幣來說 都有一個向下的情況 沒錯 有一個天然情況 我怎麼看美元方面的走勢呢 的而且確 因為昨天大家都可能會對於你說 就是美國聯署局 可能會有一些 關於退市方面 可能會有更加多的言論 甚至乎可能會覺得 就有機會可能會 加快這個退市的步伐 因為你看到經濟數據 可能是有些叫做轉好 但是似乎 既然聯署局都說到的了 現在它比較關注 都可能和那個叫利率市場 有一個比較大的關係 因為假設大家對利率市場的 預期是升穩的話 就變相有機會可能會阻礙 當地樓市的復甦的情況 所以大家也會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可能在低息環境裏面 都依然會維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收水就暫時這一刻叫做無網 反而放水的時間表 都可能會叫做拉長了 所以大家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到美元那方面 似乎都缺乏一些比較上是 實得性的支持 這一刻變成是沒有太大的支持 所以你說美元那個走勢的情況 我覺得都可以說是預期之內的 但是你看到其他地方的情況 事實上其實現在很有趣 雖然你可以說美金這一刻 昨天來說比較偏遠 因為大家都覺得 收水的機會暫時這一刻 就未發生的 都是維持一個叫做涼風的情況 但你說在全球經濟來說 如果你說以一些發達的國家來說 美國始終現在這一刻就叫做最好的了 你看看歐洲的情況不樂觀 甚至現在這一刻 連澳洲當地都是不樂觀的 本身以往來講 澳元比較偏強的 但是近一兩個月來講 基本上你見到匯價 都是得很交關 所以你可以說的 現在這一刻雖然美元是叫弱一點 但我覺得是買回之後的情況 譬如是有一個轉強的誘因在 大家知道美元和金價方面有強烈的掛勾性 所以現在變得外圍金價也是要跌 我見到最新來講 雖然在1300元的水平 是 但你怎麼看金價的走勢呢 好像很多分析都不太看到金價的走勢 事實上也是 因為大家都覺得 假設美國真的收水的話 對於金價來說 因為這樣做的話 只不然美金會轉強 重而令到金價也可能會受壓 因為大家都知道 金價本身和美元都是相反方向 沒錯 但這次來講 假設美國方面 現在看一個情況 似乎有機會延長梁峰的政策 對金價來說 是有一個比較短任的支持 但大家可以課施到的情況 就是回回之後的時間 其實聯署局都必然會退市 所以變成這個因素 都導致金價似乎回回之後的時間 依然處於一個易跌難升的局面 所以金價來說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較上偏袒的 雖然你可以說現在這一刻 金價又似乎是1300元 好像又頂得住 但如果假設美國開市 可能搞笑買債 甚至乎真的有一個退市和加息的預期的話 我覺得金價前景也不太樂觀 好 然後跟你跟進外國情況之後 不如說一下A股方面的走勢 好 先跟進一下 剛剛公布了新鮮二辣 中國7月的官分製造業PMI 這次數據上真的做得挺理想的 其實是回升了50.3元 是回升了50.3元 案件來說就升了0.2元 其實你對於這個數字來說 又滿意可以做得不錯 可能也令大家有點意外 因為原先大家的估計都是 原先預期 這個7月的PMI 有機會可能會跌到49.8元 即是剩水分界線以下 但今次的數據出來是50.3元 基本上如果你計算按月來說 都是微升0.2元 基本上數據上真的做得挺理想的 但我想都是要拆細項來看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是以大型企業的PMI來說 其實今次的數據是50.8元 基本上都是可以說是按月來說 升了0.4元 但再拆回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來說 其實兩只有PMI 分別是49.6元 以及49.4元 基本上仍然在50.5元 即是剩水分界線以下 所以都可以反映在 因為本身 中國的PMI數據 即官方的PMI數據 一向來都是統計大企業為主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大企業的情況 而中小型的話 就是匯豐中國的PMI 所以今次來說 暫時這一刻做得比較偏強 都不出奇 因為在數據上來說 似乎大型企業的PMI數據 做得不錯 但如果你看到其他細項的話 例如新訂單的指數 都算是50.6% 即是按月來說 升了0.2% 都算是不錯 但如果反映製造業的外貌情況的話 例如一些新出口的訂單 以及進了指數的話 其實都仍然處於50.56下 所以你可以說 今次數據上 就比較上 幾多分歧 即數據上的大數來說是好的 但細數來說 似乎都見到一個很壞的參半 所以要等到9.9的時間 匯豐中國的PMI出來後 才會有比較上可能明確的方向 和你跟隨A股方面 三大指數先走 先看看上陣指數 這刻升15點 做2,09點 升幅來說是0.78% 護深300指數 2,220點 升27點 升幅為超過1% 而深淨城指 7,8885點 升119點 升幅為1.54% 好像有些數據支持 你會做得不錯 A股 事實上也是 因為你見到A股本身 可能之前都比較關心 就是擔心經濟的情況 今次出的數據這麼利好的話 其實都變相可以說 帶來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但始終大家都知道 A股方面 斷策一個政治史 基本上是政策史 大家都是在等政策出台的情況 但變相出的PMI 叫做比較上是好過預期的話 就不知道會不會令大家 突然之間可能對於政策的因素 就會變得減少了 其實等於8月份的時間 內地方面 其實都有很多解禁股會出現 而且這個數據 基本上在今年來算 僅次於7月份的數據 所以變相之下 你說A股本身 雖然這一刻做得不錯 但似乎8月份來講 都面對著不少的挑戰 而且都是沒有忘記 現在這個時間 都處於一個業績期的情況 所以變相之下 我都覺得A股在今個月來講 可能從走勢上 會比較反覆 對於A股方面的情況 今天可能有分少少 港股方面 今天來講都升 在更加時段升122點 去到開始 現在升多了 升244點 還有22128點 升幅超過1% 而國企指數更加升 108點 還有9768點 升幅超過1% 怎麼看今天港股走勢 好像開過頭就不錯了 暫時開過頭不錯 因為始終你可以說 外圍方面 中國的PMI數據 是勝過大家的預期 而且在美國方面 似乎暫時這一刻 聯署也沒有一個退市的時間表 這些因素 對於港股來說 暫時這一刻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但不要忘記 在9時9時時間 剛剛說過 內地方面 匯豐中國PMI 都會公佈 另外在今天來說 其實都有比較多的藍色會出業績 特別是在稍後的時間 這個東亞 和這個長和系 都會公佈業績 而職的好位 基本上 我覺得對市場來說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但不要忘記 其實今個星期的時間 除了今天公佈的事項之外 到今個星期五的時間 美國也會公佈這個職業數據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今個星期這幾天的時間 都叫做多少重頭戲會發生 所以我相信港股方面 雖然似乎現在這一刻 叫做升上來 但正如我之前不斷強調 你說其實這些市況 即使有升二三八點 都真的不出奇 問題就是說 究竟成交量能否配合 例如今天來說 暫時這一刻 成交量來說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回顧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基本上港股的交頭方面 都可以說十分之疲弱 基本上都是五百億水平的水平 所以變相之下 就算市場即是膽上去也好 但如果成交量不配合的話 似乎都比較上 真的見給了一個說服力 所以我相信 你說港股在三八的時間 除非有成交量的配合 否則的話 都可能依然為遲回 例如二萬一千七 至二萬二千二這些位置 都要先拉它 好 謝謝Stanley和我們分析了 不同股市的走勢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主要藍首股今天來說 剛剛開始無奈的最新表現 先知底匯控 現在正在做八十八個四 正在升一一二毫半 升幅超過一百分 中移動八十二六毫半 升一毫半 中國銀行三個二毫九升四仙 共商銀行同樣升四仙 現價做五個一毫四 建行五個八升一仙 港交鎖一百二十二 正正跳了 現在正在升一堆 中人壽十八個七毫八 至於有幫保險 三十七個二 升幅超過一百分 騰訊控股升兩百分 最新做三百五十九 金沙中國四十二個七毫半 升八毫 長江實業 接下來公布業績 今天繼續升 升幅超過一百分 現價做一百一十個三 至於新同基地產 一百零四個七升過二 九倉升一元 中海外現在做二十二個八 升四毫半 華潤之地同樣升超過兩百分 現價做二十一個七毫半 中海油升兩毫二指 中石油升毫六指 至於中石化升七仙 現價做五個八毫四 困倫能源十一個五毫六 今天又回升 現在升超過一百分 中海神華現在做二十二個八 升四毫 升幅超過一百分 和你跟進一下內地消息 法國會方面 在內地的報道指 法國會的官員說 一線城市的樓價仍然會持續上升 還認為一線城市房產的泡沫不算很嚴重 你怎麼看這句報道 一線城市一向已經有很多地王 大家擔心調控力度越來越在 但是昨天也說到會議方面 有沒有說那個意思 有沒有太大的調控力度 再加上今天這個消息這樣說 內房方面是否會做得好一點 都真是兩體 因為本身 如果你以昨天 好像政治局一個會議當中 其實它很有趣 它是最主要沒有加強 沒有特別說要調控樓市 它只是說樓市要健康地發展 但是這個字眼令大家有很多的揣測 因為基本上 可能你可以說有些阿Q精神 沒有說打壓的話 就等於是好事 所以變相昨天看到很多的房地賊 內房股 都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但如果你問我的看法的話 很簡單 雖然你可以說 在會議上 沒有說會加強打壓樓市 但很明顯就是 在之前一些政策 譬如說很多房產稅 這些情況 是會延續下去的 即是這一次的 即是他昨天所說的 就不等於之前那些政策 是會停了不做 所以變相之下 你可以說 依然有個政策的延續性 是存在著的 還有你可以說 當然 我知法會那邊的官員 究竟那個級數去到哪裡 但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講回樓市本身 現在這一刻 依然都可以說 我覺得是挺刺熱的 如果你看回 本身新政府上場之後 其實對於樓市方面的調控 那些言論其實都挺強硬的 所以如果假設樓市 之後的時間 即是我們樓市方面 都依然維持著 現在這麼刺熱的狀況 甚至你可以說 依然有這麼多地方出現的話 我覺得不排除 可能會加重樓市 調控的力度 都不出奇 但當然你可以說 現在這一刻 對於地方來講 賣地是一個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如果夠過分的打壓的話 只不然都會影響了地方的運作 甚至乎也都可能對於個別的 就是對這個行業本身 會帶來一些比較負面的影響 還有不要忘記 始終你說房地產 現在這一刻 是我們重要產品的支柱之一 所以我覺得你說 很大的打壓 力度就不會 力度就真的不會 但問題是 你說會不會有機會 可能會說放鬆和鬆手的話 機會我都覺得不大 所以變相這個辦法 總結來說 就是說 這個辦法本身 現在這一刻 雖然你可以說 加重一些雲條的機會 雖然不高 但除了這個辦法 依然有這個政策的風險 所以變相之後 我都建議 即使要選 充其量 都可能減回6800 和109就算了 是呀 昨天來說 整個板塊都就著相關的消息 股價做得挺穩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板塊 今天的最新表現 剛才說到 中海外和華人之地 都升超過1% 碧桂園 這刻升冷先 做4.4 至於世貿房地產 升超過1% 富力地產都升接近1% 看問另外幾隻 雅居樂 是升豪宜子 升幅超過1% 合影泰富升接近1% 沿洋地產升接近2% 行貸地產現價做3.1毫宜 升超過3 升超過1% 至於月秀 最新做1.98 升兩先 升幅1% 謝謝Stanley 跟我們再開市感浪這個環節 先跟你做回申報 提及過幾個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謝謝Stanley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將會是卵政Online的環節